經濟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來問問晨妍 你剛才談到的GDP縮水的部分 已經讓南韓跌出了 全球前十大經濟 當然這個變成是一個 全面性的問題 我們看到韓國基本上就是一個 財閥在領導經濟成長的一種模式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幾個重要 我們就來談像三星 三星預計今年手機的 銷售的支數是2.2億支 但是如果蘋果正常來看 出貨穩定的話 應該是2.2億到2.25億支 那就贏了三星 那已經追上來了 對 可是不光只是手機幾支的問題 因為三星目前的策略 其實打的是雞海戰術 而且是中低價 所以很明顯 即便它可以賣到這樣的手機數量 不見得有什麼獲利 另外一個 我們過去在講三星 就是講晶圓代工 對不對 好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 像DB Hightech 它的產能量已經剩下多少 73.83 可是我查了一下 去年同期是97.68 產能利用率的意思就是 你有足夠的力量 我機器就要開著 不斷的讓它生產對不對 那現在產能利用率 降下來了怎麼辦 他們現在竟然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還是開機 但是我讓它停在那邊 不生產 不生產 然後但是開機 為什麼要這樣 那你乾脆關機 不行 因為像EUV這種機台 你一旦關機 未來重啟的流程 是相當相當的複雜 那你看 像三星或Key Fungry 就更慘了 為什麼 這個主要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消費性電子 包含記憶體等等 庫存消化的過程中 業績一直上不來 所出現的一個 詭異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過去 三星的這個金元代工的部分 也是它龐大賺 外匯財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可是現在現在出現 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這是第二個 拆發崩壞第二個 第三個我們再講這個 南海的現代商船 南海的現代商船 是1970年成立 當時成立叫亞洲商船 你就知道企圖性很大 對不對 好 1983年改名叫現代商船 OK 沒有問題 重點是在2016年 當時的韓進海運破產以後 他把他這個運力收編以後 成為韓國第一大 可是問題是 在疫情之前10年 其實一直在虧損 後來是政府兩大機構 一個是韓國的產業銀行 一個是海洋商產業公司 都是國有企業 注資超過28億美金以後 好不容易讓他 有了船以後 就是造了很多新船 後來剛好搭上不是疫情之後 那一波整個賺錢 可是現在有趣的事情 這兩大國有股東要出脫 他57.87的股票 因為他現在持有的市值 我算了一下是38億到76億 那他把他賣掉 那很多人就說 是現代商船 要脫離政府的控制 可是我認為 應該是這兩大股東說 你以前撩到現在我賺錢 我快把錢拿回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 韓國國內的經濟狀況 一個坑比一個坑大 那我是不是趕快要 有賺的趕快先收回來 因為他是國有股東 所以我賺到的錢 我趕快拿回來 因為我這邊還有坑要補 可是韓國國內現在的問題 是我們來看一下 韓環現在是越來越飽 你知道第二季實質薪資 大減了3.9 月經收入是11.5萬台幣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0.8 薪水減少 可是支出在增加 我舉一個上班族的例子 老闆給他加薪 加了多少 10萬韓元 應該高興 這樣是多少 10萬韓元大概多少台幣 就差不多2621塊台幣 一個月加薪2000多 其實幅度算是蠻大的 因為普遍我們大概加個5001000 而且是一年 對不對 就一個月一個月 就一個月加一次 大概5001000 他加了2600 好像不錯 我跟各位講是不錯 好 但問題是他的支出增加多少 50萬韓元 大概是1.3萬台幣 他加10萬韓元 然後增加了50萬韓元的支出 那說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自己增加支出 不是 他就是正常的飲食支出 而且甚至縮益結實 可是通膨的部分 我剛才講到的 通膨的問題 其實已經大過於薪資的一個增幅 甚至他現在申請房貸的利息 暴增多少 5200多塊 也就是說我的利息增加 我的租金增加 而且房東因為他自己房貸的 這個利息增加以後 他把它加在了這個 年輕人的租金身上 所以你現在的薪水 其實怎麼調薪都跟不上 物價 房租這些問題 所以很辛苦 所以你知道我看了一個數據 就是他去統計 19到34歲的年輕人 問他說你要不要結婚 過去在2012年的時候 有56%的人認為說可以結婚 可是你知道嗎 到現在認為說可以結婚 我講整體來講是 既然掉到只剩百分之二十八 這麼少 只剩三分之一 更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就把它拆開來對不對 女生跟男生要分開問 男生可以覺得結婚還是有超過四成 還是有超過四成 女生不想結婚了已經掉到30 就是說可以結婚了已經掉到三成以下 就只有28%的人覺得說 好吧 還是可以結婚 你就知道這個 就是說韓國的這種經濟壓力 很大的情況下 女性同胞們 就是韓國的女性同胞們 尤其是年輕的女性 承受了更大的壓力